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竞力大学食营系城国展今日登场,以高龄养生健康饮食为主题,极油加工食品创意竞赛,毕业专题成国展及营养闯关等活动,呈现所研发能满足高龄族群借具商品化价值食品,获得厂商青睐。 今年特别邀请运龄大学的长者,及高中师生共襄盛举,国内知名食品业界龙头红拳、爱之味、台湾大食品及玉芯集团等企业也受邀出席。 竟一副校长温家县指出,毕业专题成国展是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例路,出呈现所学专业,即做中学,学中做的成果,也与产业无缝接轨,成为产业生力军。 理学院院长杨昭顺表示,即有成果展,学生可统整,深化四年所学,全方位展现学习成果。 时宁系主任钟云琴表示,该系是全国唯一涵盖食品与营养专业的学系,培育学生基础技能及跨域学习。 更搭配10座,竞赛及成果展,展现创意,连结就业及创业,期望及有成果展,训练学生产品开发,制成测试,及跨系所合作的包装设计,行销管理等能力。 时宁系副教授陈书如指出,台湾迈入高龄社会,八年后达超高龄,时宁系时生为此精心研制事后性加,一举绝吞咽,符合高龄健康养生的食品与仓点,期待成果展成为年轻学子掌握高龄社会仓师的重要脉络。 师生发挥巧思,研发兼具健康概念,包剪与美味的凤梨果醋血酪,神仙榜,鱼油酱,起司冰淇淋,凤梨与红茶啤酒,红起蜜奶酪,起司豆乐饼,QQE生冻,平安酱等产品。 学生现场解说产品特色,营养成分,热量,制作过程及烹调方式,民众能按时普烹煮,轻松上手。 丑蔬果也能成为健康点心,学生发挥巧思,以多样蔬果浆,研发兼具健康概念的神仙榜,除保留营养素,口感也相脆不坚硬。 添加的益生菌,食材中的寡糖,可溶性膳食纤维形成Symbiotic产品,市面上的抹酱大多以奶油为基底,因而热量高,较缺乏营养素。 学生研发的鱼油酱,创新以地瓜取代奶油,并添加养奶,膳食纤维,乳酸因,以提高营养价值,增进肠道健康。 有别是受冰添淋,学生创新加入下午212乳酸因,制成起司冰淇淋,品尝时,不仅是味觉的享受,也能增进肠胃蠕动。 学生实验中也证实,冰淇淋有注意声音的稳定,可保有良好存活性,结合凤梨果醋及椰果的凤梨果醋血烙,是现场洗精特色产品。 石宁喜四年级研洗人说,团队成员在产品开发前,先至越陵大学了解长者需求,实际仿查后,发掘多数长者喜欢修煎冰品,因而决定研发凤梨果醋血烙,为增加口感及提升机能性,加入椰果及凤梨果醋。 指导老师钟云勤说,椰果的学名是细菌纤维素,是天然最细的纤维,可改善长者普遍膳食纤维不足的现象,加上凤梨果醋具良好的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,可提高人体抗氧化能力。